修吴师妹出家之前 他是做泥水浆的 不认识字 不懂金教 就会念佛 在道场里面做苦工 人家不愿意做的工作 他都做 非常难得 很老实的一个人 那往生了 宋往生的人 有十几二十个人 宋往生 看他走的时候 告诉他 很多往生的 都留几首记 留几首诗给我们做纪念 你也不能例外 他给大家说 我是个苦恼的比丘 没念过书不认识字 没有学问 也不同金教 我也不会做诗 也不会做记 最后说 我有几句老实话告诉大家 好像说的是 能说不能行 不是真知悔 告诉大家这位作诗 大家听了很快信 念佛不到一刻钟 他往生路 这些人 真的都是 民意一臣 往生 到极乐世界 借座阿维悦之菩萨 夜三 语言辰 佛到 哪个法门都比不上 你愿意一生 我愿意不上 在这边 我愿意你 在这边 我愿意你